母鸡不止基層期盼 赶快征召她 国民党立院党团 更有十位立委表态 要力挺侯友宜 喊话党中央 应该尽速征召她参选2024 而今年侯友宜出席行程 还有民众对着她高喊 总统好 为了团结胜选 国民党要透过征召方式 决定2024总统候选人 被视为最强母鸡的侯友宜 虽然到现在还没表态 但清明廉价第一天 已经先被民众这么喊 你收工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平安 平安 冻算 冻冻算 国民党规划在六月中旬 征召最强母鸡 带领小鸡站2024 最近不少党内人士喊话 要党中央赶快征召最强棒的侯友宜 选总统 很多的沟通其实都是无碍的 是为同心其力 为国家 为人民派表 大家 永远要有信息中华民国 我们都守着中华民国 也为国家 为人民 做出最大的贡献 国民党立院党团 包含总招 曾明宗 李德伟等 至少10名委员 更是具名表态力挺侯友宜 議程以及党员们 有点担心六月是不是太慢 也希望党中央 尽速地取得一致的意见 能够让时辰提早 侯友宜市长 就是国民党内最强母鸡的 这样子的共识 已经是越来越凝聚 也越来越强烈 年开4月 新北议会将开议 侯友宜持美表态 难道是为了不让民进党有任何攻击机会 而面对两岸外交难题 外界也判侯友宜能拿出实际论述主张 走出地方格局 走向总统之路 侯友宜不要再觉得说 哎呀我还有很多的顾忌 幕僚团队好像 据我所知 没有完全组成 你一定要幕僚测试 凑在一起打仗 那需要他们提供意见 侯友宜几乎确定是国民党唯一王牌 就看如何齐心团结 拼出不一样的2024选战 记者欢迎离一选